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在讲一个话题可能会比较沉重 在杭州二十国峰会之前 8月24日在中国甘肃是发生了一个悲剧性的事件 一个山村的一个叫杨改兰的一个农村的妇女 然后她杀死了她自己的四个孩子 然后自杀 后来她的丈夫在把他们 等于是入土为安之后也自杀了 相当于是一起非常悲剧性的事件 一家六口自杀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事件 从9月初吧到现在为止 今天都差不多14、15号了 最近半个月的时间 这个信息应该说是一轮又一轮的在 刺激着海内外中国人的一个思想了 就觉得大家知道你看前一段时间二十国峰会 对不对在杭州做得非常非常之奢华 非常非常的漂亮 对普通观众来说呢 可能那些张艺谋导演导演的一些仅仅50分钟的 这个歌舞表演的这个音乐会啊 对不对在杭州西湖边上 你觉得真的是非常唯美的感觉 然后看整个杭州经济也是很发达 对不对杭州可能GDP在中国前十位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呢它的经济一直是非常发达 那大家可能会有种感觉 对不对中国现在经济是高歌猛进 然后2015年的数据是GDP是全球排的第二位 美国第一名是17万亿美元 然后中国排第二名是10万亿美元 基本上全球达到10万亿美元 俱乐部的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 中国的人均GDP在去年已经达到了8000美金 一听下来就觉得还是很富裕啊 对不对 中国8000美金折合人民币 大概六八四到五万多人民币这样子 是不是 那有些当然有些网友可能会 经常会吐槽 觉得好像我被平均了 是不是觉得我可能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基本上这可能是一个误区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呢 按中国目前的实际国情 人均GDP的概念和我们人均输入的概念 是有很大差异的 大概我们中国的人工占的GDP的比例 大概在20%左右 如果说你按人均8000美金的GDP的话 乘以20%大概的1600美金 这样子可能是中国人均的一个年输入 这样可能会比较贴切 所以大家算算 可以了解我们中国是真实的一个 经济输入状况了 是不是 那杨改兰 他这个BG事件发生后 有一篇文章在互联网上流传的非常广 他的名字叫盛世中的蝼蚁 我也看到了这篇文章 然后很多人转发这样子 然后基本上是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种BG事件 一个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刺激 第二个是 这篇文章能广泛的流传 这说明一个社会心理 那之前是黎阳 对不对 在北京的一个人民大学的研究生黎阳 然后当然他现在走上工作岗位 因为被嫖娼死亡 这件事引起很大的反响 是基本上是以中产阶级为主的 这些中青年的白领的 可能会特别关注 觉得这样一个有前途的青年 在北京也是毫无保障的 有车有房的 也毫无保障的 突然就被死亡 引起大家公愤 那这一次 杨改兰这个一家六口自杀的这种BG性事件 也引起大家这么大的反响 我觉得可能是 一个深刻的思考 或者说对现实的这种状况 有非常多的困惑 非常多的不满 大家知道 我们中国说实话在19 改革开放初期吧 从80年或者79年开始算 它的一个按世界银行 或者说联合国定的那个标准 贫困线的话 大概85%的人是一个处于贫困线的一个状态 但是在2012年 或者13年的时候呢 按照之前旧的那个世界贫困线的标准 大概每人每天的消费在1.25美金以下 都属于贫困人口 那那个时候中国的贫困人口 大概只有11% 12%这样子 那等于是所谓的中国的改革开放 确实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就 然后中国的贫困人口是在下降 从85%下降到12% 我们假设它是那个线的话 那确实是很大的一个成绩 但是大家如果回想一下 我们比如说80年代的生活的话 当然我们很多观众朋友 可能在80年代还没有出生 因为我看到我们的一个读者的观众的数据 可能90后也占了20%左右 那之前的话 其实社会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就大家都是比较贫穷 然后生活状态啊 输入水平啊 对不对 差别并不是很大 整个社会呢 处于一个相对公平的状态 对不对 比如说你家没有入资 我家也没有入资 对不对 你没有一心一腹穿 我也没有一心一腹穿 但是现在如果说我们睁眼看 我们周围的环境 对不对 周围的社会 中国虽然说 它的贫困率是下降 但是 但是它的一个社会不公平的 或者说输入差距 两极分化 这种是越来越大 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鸿沟 我们就假设 我们最近的几个热点 一个杨凯兰这个 因为贫困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他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然后 自杀这样一个悲剧性事件 还有前段时间 中国的属父是大连万达集团的一个 王健林先生 他接受媒体访问 说了一句话 当然他是无心中说 他说 他的创业经理 他说我们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小小的目标 先赚他一个亿 那这句话很快在互联网上流传 那大家会 确实是被刺激到了 觉得一个亿对王健林来说 只是一个小小的目标 但是对99.99%的中国人来说 十辈子可能也赚不到一个亿这样子 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 我们讲的个体的差距是这么大的话 那可能是有一定的必然 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县市来说 整个不同阶层的差距那么大 这个真的是 任何关心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人是很难接受 比如说在美国 美国大概有三亿多人 他那个社会结构 基本上大家研究者都 都比较叫做橄榄型的社会结构 或者说叫仿锤型的 就是一个椭圆型的 对不对 那上层的高输入的 那些经济精英的 或者政治精英占的部分 大概也就5% 10%最多这样子 然后底层的 比如说贫困人口 也差不多在10% 那中间大部分80%的 应该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一个概念 那中产阶级它的输入水平 可能都在中间 然后可以也比较有保障 那对贫困阶层 比如说像美国是10%的贫困阶层 这个素质其实也很大 美国比如说3亿人 贫困可能有3000万 这样一个素质也很大 但是美国它的社会保障制度 跟欧洲比起来 其实是差很多 社会福利制度 但是在美国 它也给穷人提供了一个 基本的社会保障 比如说住房也好 食物也好 医疗也好 对不对 去申请都可以有 比如说低输入的 有很多免费医疗 免费的补助 免费的食品券 你可以基本上在美国低输入 10%的低输入阶层 如果是因为自己 比如说失业了 找不到工作 或者说失去工作能力了 基本上在美国 基本上一个人 基本上应该在600到800美金 是可以领到差不多这样 所有的福利加起来 甚至差不多 如果把一些 比如说医疗的折合到美金里面 可能一个月可能有一千美金的 这样子一个福利的一个补助 那这样可以基本上保证它在美国的一个基本的生活 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 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是一个金字塔的一个三角形的结构 对不对 整个顶层可能不在百分 可能中国特出 中国可能1%到5%的这种权贵 然后这种政治精英经济精英 它占有了可能整个社会80%以上的财富 然后整个 整个低输入阶层可能占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大 越下面越多这样子 那根据我们世界银行在早期的一个数据线 比如说刚才讲的是 人每天消费在1.25美金以下 这样属于一个贫困线的话 中国是有官方的数据 是有2亿贫困线这样子 2亿平民 大家可以想一下中国14亿人 然后2亿是什么样的概念 真的是生活非常非常惨 当然他们大部分可能集中在农村 然后总体在中部西部这样子 然后东部沿海发达地方可能输入水平 或者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可能会更好这样子 那如果2015年10月份最新的 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线标准来看 贫困人口可能会扩大一倍 大概在4亿左右 等于是中国有4亿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公认的一个贫困线以下 中国整个穷人嘛 通俗一点贫困人口 它的不是说下降 是在增长 这是很大的一个社会问题 其实整个社会财富 对不对 它是一个整体的 那有些人 比如说能力强 或者说他更贪婪 或者说资源的不平等 社会的不公平 他可以拿到更多 就像一个蛋糕一样 对不对 你只有1%或者5%的人 已经拿了80%的蛋糕 剩下了80% 90%来吃剩下的20%的蛋糕 本身来说 它是一个极大的不公平不合理 其实我们不否认 人跟人之间这种个体的差异 比如说个人机遇 个人能力 个人的努力程度 是不是 都会有这些差异 但是一个基本的 作为一个国家 是不是 是为公众服务的这样一个政体的话 你首先你得提供一个相对比较公平公正的一个环境 是不是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抛开这个公正公平的环境去讲 讲怎么说呢 或者社会不平等也好 或者说讲个个体的差异 比如说王健林 他真的是比梁改兰他家里那些人是要优秀 多少万倍几千万倍吗 是不是不可能吗 是不是 王健林也是两手两个脚 是不是 他并不比我们大多数人聪明 只不过说他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他急剧地扎住这种机遇 然后通过当然他自己财富基底的一些东西 我们外人也不太清楚 但只是说他是一个代表性的 对不对 中国富豪他怎么产生的 是不是 比如说他主要的发家的行业是在房地产 大家知道房地产的行业其实 基本上是把整个公民 整个中国十几亿人创造的财富 大多数是去卷到房地产里面 所以他赚的钱是很正常的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 比如说看我们节目的观众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 你想一下自己这些年的生活变化 你是赚到钱 但是最多你的财产大部分 可能就是在房地产上面 是不是 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可能 不是说去讨论那些富豪的原罪 对我们更多的是关心说 盛世中的蝼蚁 他们的未来 他们有未来吗 他们会有怎么样的未来 是不是 那按照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 那可能比如说这些蝼蚁 大家知道 sorry 其实不应该叫 就是这些 整个中国可能有四亿的这种贫困人口 然后他们为什么会被称为蝼蚁 因为是没有任何话语权 他们很卑贱地生活在这个国家 然后生活在城市或者生活在农村 是无人过问 他们的声音也没有人听 几乎是非常非常卑微 然后都是被欺压的对象 这样子 其实早年他们有一个词 应该叫乙族嘛 对不对 乙族就是说生活在特指那些 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 然后生活在北上广这些大城市 然后很艰难地打拼 然后住得也非常小 可能就几平方米的一个小空间 然后像蚂蚁一样的 每天非常辛苦地工作 然后其实也看不到未来 这样子 然后被称为乙族 然后现在杨改兰这个事情 一发生之后 大家觉得它更像一个蝼蚁 就是非常非常卑微的蝼蚁 虽然是 当然这里 我们也不能说就是贬义词了 就是觉得反映那个社会陷阱 真的是非常非常悲惨 比如说在九十年代 那个国企下岗的时候 很多城市 很多工人都下岗了 生活没有着落 也有发生过 比如说自杀的这种事情 只不过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而且现在更关键的是 现在占有整个国家 大概四亿公民 处于这样一个极度贫困的状态下 一个政府该做什么 该怎么做 是不是 大家会讨论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比如说 你给这些 14亿人 每个人有一张选票 大家可以选举自己的政府官员 可以选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那这样比如在制定政策 在构建社会 比如说教育资源 医疗资源 各方面 它会相对来说更均衡 然后可以保证 每个人相对一个公平的一个机会 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 是不是 一个是你 你改变这个国家的体制 你给这些 所有的公民 他不是蝼蚁 他是公民 他是人民 应该给他一张选票 那有选票的话呢 他的利益相对来说 他有声音 有机会发出来 他的声音有人听 那现在根本就没有人听 比如杨改男之前 三年前 他家里是有一个低保 但是呢 之后三年前被取消了 理由是什么呢 好像是有两个 一个是他们家两头牛 耕地的牛 然后养了一头小牛 好像说多了一头牛 就不属于低输入群体的 还是怎么样 然后还通过整个群 所谓的群众平易 这种方式得来的 这是非常不科学 然后可能是悲剧的原因之一 另外还有他们家有四个小孩子 好像都没有上到户口 等于是 在中国没有户口 基本上国家可以对你小孩子 不负任何责任 比如说教育 医疗也好 因为他们可能是超生 还是其他的原因 当地的具体情况 现在有很多记者在跟进 对不对 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我们讲四亿贫困人口 可能这 他们四个小孩 还没有算到这里面 统计数据里面 因为他们都 在户口上 中国官方的户口数据里面 都没有 是不是 非常非常严重 你没有选票给他们 他们的声音更没有人听 那这样的话 你本质上 没有办法去照顾到他们 你而不是 扶贫不能靠施舍 一定要激发他们自己的一个创造力 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 一个公正公平的一个环境 是不是 我们早期比如说像八十年代初期什么的 还有农家子弟通过读书考上大学 然后改变命运的有很多 是不是 但是 但是现在你如果去中国的农村去看看 或者城市的普通家庭去看看 通过农村 通过努力读书改变命运的有多少 基本上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也是普通的大学 然后出来基本上是 在就业的过程中 你是竞争不过那些 拼爹家族 比如说他父亲是有钱的 或者说父亲有权利的 好的工作岗位也被他们占有了 这真的是靠读书改变命运 这种是非常少 所谓屌丝逆袭的这种传奇故事 可能万分之一 仅有了几个个案 可能会被媒体大肆地宣传 对不对 比如说现在在鼓励万众创业创新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 比如说跟踪一年后的数据发现 这种创业创新 只有活下来的比例成功的概率 可能百分之一都不到 甚至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这个是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 是极大的不均衡 这是第一个方面是不是 第二个方面就是 在整个社会福利制度的设计方面 可不可以向 更多的向贫困人口去倾斜 当然不是说去鼓励去养懒人社会的 去他不工作 然后去拿社会福利 我们当然不鼓励 但是如果说因为竞争的原因 处于弱势的 比如说因为疾病 或者说他身体残疾 或者是怎么样其他的原因 对不对 他基本上人要一个基本的尊严 要生存 是不是 这也是一个文明程度的体现 我们并并不是在原始社会 丛林社会 有些现成的经验 我们可以去学习 是不是 我觉得起码是供中国的一些制度设计者 管理者 政治家 政治领袖 对不对 包括未来的政治领袖 要去多多思考 整个人力发展 我们不光说是只为了自己 或者一个小集体的一个发展 是不是 我们希望杨改兰这种悲剧呢 它真的仅仅是一个个案 不希望它再次发生 这些盛世中的蝼蚁 它应该也有未来 不能没有未来 如果没有未来的话 它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 我在今年一月份 写了一篇短文 叫2016中国危机路线图 在这个月 2016年9月 我正式把这本书出版了 我里面就讲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 就是说 这个四亿乃至五亿六亿 这些城市平民 它的社会资源占有的非常之少 在整个 比如说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下面 然后失业的越来越多 然后大家的生存会越来越艰难 这个时候 他们可能会 一个是站出来抗议 争取自己的权益 另外的社会可能很快 会陷入另外一种混乱 这种原始的状态 大家有兴趣 可以上Google Play 去搜索中国危机路线图 或者秦伟平 我的名字 就可以搜到这本书 那我在想 你这么一个盛世中国 你可能有一天 如果你不照顾 这些蝼蚁的感受的话 你有一天 你会败于这些蝼蚁之属 他们一定会有 他们的方式 把他们的力量发挥出来 谢谢大家关注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